迪丽热巴街拍罕见被吐槽,烂大街为一锦深酷,看完价格真让人眼红。 阔别大荧幕一年之久的迪丽热巴如今频繁亮相综艺节目,靠着真人秀维持热度,90后的她也是新生代小花中火热的女星之一,出道这么多年,深受粉丝们的喜欢, 虽然这几年没有饰演什么影视剧作,不过丝毫没有影响她的人气,每次亮相综艺节目都格外的引人注意。 造型上,迪丽热巴虽得到了杨幂的真传,不过在美感上跟杨幂还是略有不同,一副简灵少女的打扮怎么凹造型都十分的甜美,辨识度超高的五官和脸型,加上这嵌瘦有形的少女身材,迪丽热巴的状态和气质还是很不错的,优雅大方,自带小清新。 10月30日,迪丽热巴的街拍美照被晒了出来,久违的街拍美照可以说让大家一顿好等,一张张照片看上去非常的吸睛,比起真人秀里的迪丽热巴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,可以说街拍中的迪丽热巴更加的随性休闲,很利落大气。 跟以往的街拍场景不同,这次的看上去更加的有街头炒饭的感觉,个性鲜明的穿搭风格简单利落,甜美优雅中又不失霸气,尤其是色彩上的搭配,没有往日那般的惊艳吸睛了,不过穿在迪丽热巴的身上还是能够一眼看出,非常的精致。 拼接奶奶灰的连帽卫裔一直都是时尚圈里比较流行的款式,不过迪丽热巴灰色加黑色的造型也是真够大胆的,还拎着酒红色的微型手提包,色彩暗淡不说,一不小心还显得很俗气,好在迪丽热巴依靠出众的明星气质和白皮肤,穿出了意想不到的时髦效果,踩着黑色短靴,非常干练,不过这一身烂大街的色彩也是被不少网友吐槽,显得太低调了。 这次的一品简单,不过却没有延续迪丽热巴一贯的街的气打扮,一身奢侈的穿衣可谓是相当的高级啊,光这件奶奶灰的拼接连帽卫裔就要13700,还有银头的马丁靴14200,看似小巧的手提包也是高达30800,看完这一身低调奢侈的一品我都有点眼红了,想必看到如此高价的一品也没有人说它简单了吧。 确实相比以往的穿衣风格,尤其是街拍,这次在一品色彩过于简单,深色系的穿搭没有好的颜值和肤质很难展现开来,妆容上也是如此,淡淡的美妆非常清纯,好在身材曼妙有形,也算是时髦之中带着一丝丝的时尚饭吧,一头微卷的长发女神饭十足。 相比起节目中旅行的迪丽热吧,完全称得上是盼若两人,一袭白色的吊带连衣裙就让人看得挪不开眼,踩着凉拖,非常的仙女犯,白色的俏皮花边还有时尚的网纱材质,嵌瘦有形的线条感十分的出众,非常的吸睛又扬眼,微风吹过,一头长长的绣发格外的飘逸,可以说相当的有形。 坐在帆船上的迪丽热吧,也是时刻保持时髦感在线,虽然基础款的KH牛仔裤没有太多的时髦元素,但这凹凸有致的身材还是很时尚的,加上贴身的打底衫,整个身材看上去还是别有一番滋味的,空气型的刘海长发,想不到一道国外的迪丽热吧就开始秀起了身材,高高的比例,加上这出众的身材,哪怕是穿在简单的一品也能时尚感满满。 这次的街拍美照虽然在一品色彩上格外的吸睛亮眼,不过仔细看一品价格,还有身材还是挺上镜的,整体呈现出来的时髦效果也非常不错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